首先这个磨剪刀我教你们一个用10秒钟就能把夹刀磨块的方法 那么现在我们教一下大家怎么选择剪刀 就是在市场上买剪刀的时候 你看这个剪刀 这样看 就是说我们这样看 看着这边厚一点的这个剪刀就质量好一些 因为厚一点的它吃重 薄一点的也就只能剪剪纸 剪剪小布头了 这个厚一点的你剪点硬的东西 它没事不容易变形 明白了吧 看这个就薄这个就厚 那么今天我们用这个薄的剪刀 来教你们磨一下 教你们磨一下 这个剪刀的质量非常畅 在市场上也就3块钱5块钱一把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剪刀它晃晃的 看到吗 晃晃的说明它太松了 等一会我教你们怎么把它敲紧 然后现在我们要把它磨 用10秒钟把它磨块 那么你看反过来 反过来之后这不是有 首先我们来证明一下 这个剪刀已经不快了 这是一个老奶奶家的剪刀 怎么剪也不快 看到吗 怎么剪也不快是吧 然后我们把它磨块 就用这个简简单单的一个 在这个角磨机 这个机器叫角磨机 我们打开 打开以后这样 看啥 这样拿着剪刀 这样 好来一边 好来一边 那么磨这个剪刀呢 我们总共用了10秒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很锋利了 如果不锋利 我们还有招来修复 看好 看这个布图 看到 然后我们会发现 它有点不快 对吧 有点不快 你看 有点不快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呀 首先第一个 我们刚才说了 这里太松了 我们要磨一张 然后我们拿这个锤子 这个锚钉 这里 下面要垫上 要结实 我们挑挑一下 这个锚钉 这样往边上敲 看到吧 你不能敲中间 你这样往边上 砸一砸 这个剪刀的 这个锚钉 它就紧了 你们看我是不是 在用心教你们 如果你觉得 我用心教你们 麻烦你们啊 把这个视频啊 收藏一下 顺便点个赞 那你看 现在我们敲好了 这个锚钉 它就没有那么松了吗 这不是 然后为了 我们再试一下 它快不快 如果不快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剪刀啊 你看非常锋利哈 已经锋利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剪刀啊 再这样敲一下 看啊 所谓剪刀难磨 三锤难学 重要的三锤 在这里有一锤 这里有一锤哈 刚才这个锦剪刀 这是第一锤 然后第二锤呢 就是前面不快 怎么办 前面不快 我们敲这个地方 看到吗 这样子 下面要悬空 然后这样子敲一下 这个剪刀 它就锋利了 这是第二锤 看到吗 剪刀好磨 三锤难学 这是第二锤 那么第三锤啊 第三锤是怎么回事呢 第三锤你看 这个剪刀剪不到头 就是说这里 它张着口呢 张着口 它剪不到头 那么刀尖就不可能锋利 对吧 有些时候干点细活的话 还能用到这个剪刀的尖尖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 就这样敲 看啊 还是下面悬空 然后往这边敲 看 这样子一敲 它就能剪到头了 好 你看这个剪刀 它是不是就能剪到头了 看了这样就把嘴巴对起来了 那么现在 我们再去剪这个布的话 它就能剪到头了 那么用三秒钟 用十秒钟 就能把剪刀磨派的方法 学会了吗 学会了双击点赞加收藏 一起来学习 磨剪刀磨菜刀 抖音